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皇上是万民的皇上 百姓有冤 皇上就得听见了 现在是太平盛世 天子英明 百姓何元之有啊 大地一诈 万千百姓将葬山洪水之中 他们死得有冤了 皇上 何大人 那你看这件事 上车 那他怎么办 不管他 皇上 起驾吧 那他 皇上起驾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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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走啊 皇上 皇上 你不能收门闭 你不能炸大地啊 皇上 皇上 起驾 你啊 皇上 走吧你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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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炸大地啊 皇上 那他 别再看了 进去 不能炸大地啊 不能炸大地啊 不能炸啊 不能炸啊 皇上 皇上 不是炸大地啊 大家速静 速静 大家听我说 一会儿皇上来巡视 你们呢 要向皇上来陈情 说不诈敌分红 你们就要全部淹死 都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那就好 皇上驾到 各位 皇上驾临灾区 这是黄恩浩荡啊 有什么话你们尽管说 快点说 说 请皇上降旨 是诈敌分红 皇上 再不诈敌 我们就要被淹死了 这都是百姓的呼声啊 那 他们说的跟朱大人说的不一样啊 那是 为官的嘛 只顾乌山茂 哪管百姓的死活啊 是是是 看来 还是分红诈敌是上策啊 你甭操那份闲心了 做个样子就行了 皇上体贴民情 大家快点谢恩呐 皇上千万不能炸堤啊 不能炸堤啊 不能炸堤啊 对 不能炸堤啊 不能炸堤啊 你说什么呢 再说一遍 皇上 贪官不顾百姓的死活 你得过啊 大帝不能炸堤啊 皇上 对啊 皇上 不能炸堤啊 不能炸堤啊 他们说的 都跟朱大人是一样的啊 快 走 请 他们 关门 关门 快点 干什么 反了还 过来 这都是怎么回事 下官我都安排好了 没想到他半截都变了 怎么排什么 一定给我压住 是 出去 出去 都给我出去 出去 何大人 何大人 皇上 不 那个郎中 他 他怎么了 他 他跑了 跑了 怎么搞的 对付 对付住啊 哎呦 哎 还有我的八爷 这 这 喂 你还救命 都死啊 我 你这滑头 还想溜走啊 不是我想溜 清天护家 快走 姑娘 你问到了吗 我问了七八家 没有人知道什么楚夫人 不可能啊 绝不可能 你这个大骗子 我饶不了你 你不怕死 给我一天时间 这件事情 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你休想再骗我 你要是不相信我 你就赐吧 你居然敢溜 你活腻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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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何大人 何大人 何大人 那 皇上把我老婆给拐走了 何大人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何大人 行了 这是必就自贞 嗯 皇上三宫六院 轮影轮不到你的老婆啊 哎呀 何大人呐 哎呀 反正你们这儿 多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啊 皇上现在正带着我老婆逛街呢 我得去找他吧 你要对我不放心 走吧何大人 您跟我一块去找 行了 这是国家大事 是儿戏吗 哎 皇上有皇上的职责 你有你的岗位 啊 必须各私起责 不能乱套 你 啊 皇上责任就是陪着我老婆逛街呢 我的责任就是待这儿没事干 真是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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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我也是小不忍做了大谋 听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庙里的菩萨见过吗 见过 那都是你所母调的成天就闲着 可是如果没有他们 那庙还成其为庙吗 哦 你的意思 我就是一个泥胎啊 你还别委屈 那是采取你了 我告诉你啊 眼下皇上难寻 江南官民全都知道了 都想一睹龙岩 如果见不到皇上的话 那很可能就谣言四起 人心不安 那会是什么局面呢 你想过吗 何大人 所以现在就需要你这尊尼菩萨出面了 我再说一句 朝廷的事我不管这么多 我现在就想找回我老婆 哎 哎 我现在就去见皇上 何大人 您带着我去吧 看住他 别让他瞒世界出流了 我 那如果他再留呢 把他的腿砍了 啊 不不不 我不留 不留 何大人 您把我老婆带回来就行了 啊 新宫之内何人宣伙 何大人 通知朱金和一帮人要见皇上 这运输坊岂是面具一世之地啊 是啊 他们跪地不起 不见皇上 他们不走 这帮书呆子 别愣着了 捣着捣着 带你出去了 我出去 嗯 我出去 我跟人说什么呀 我不去 嗯 你什么也不用说 啊 我什么也不说 你想什么呀你 你就出去摆摆样子就行了 可我什么也不说 人家以为皇上是个哑巴呢 谁把你当哑巴卖了 去 皇爷不去 那他没那事 武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万万岁 都起来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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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又是你 哎呀呀呀 皇上身体有样 你们怎么还来打扰啊 这臣和体统啊 是不是 为臣该死 皇上龙体有样 有太医护制 可百姓有难 有谁相救啊 什么 百姓有难 周大人 你不要威严耸听 皇上 周家营大地一炸 数十万百姓 将成淤灭呀 有这么严重啊 哎 你给我说说 这个事情啊 皇上自会慎重处理啊 用不着各位大人操心了 皇上 周家营大地一炸 你们说 皇上 早些了吧 何大人 这 回去 何大人 回去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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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人 真是忠心可嘉呀 但是 你们有没有看到 皇上的脸色呀 这件事情 就交给何某搬离了 放心吧 你们都回去吧 都走吧 朱大人 你也辛苦了 回去吧 站在这儿是一点感觉不到四面是江水滔滔啊 烟哪儿也烟不到这儿啊 这儿是八旗条街 嗯 八旗条街 看见了吧 这些女人都是棒旗的 棒旗 你没听说过吗 嗯 棒了八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吗 哼 这一年头啊 这年头啊 这年头啊 像我这样三针九裂的女人都觉得肿了 找个八旗棒着 吃的穿的都没有问题 可是听你这么一说 八旗八旗很成问题啊 哼 这就是昏君干的好事呗 你连皇上都敢骂啊 要不是他宠着八旗 八旗能那么霸道吗 听说皇上难寻啊 让他听到怎么办呢 皇上 他架子那么大 他能到这儿来啊 他没准微福四王就在你身边呢 他要真在我身边啊 我照样骂他个狗血喷头 你吃了豹子胆了 你今儿不是唱了那出戏了吗 人家魏征都敢骂李世民 我为什么不敢啊 李世民是明君啊 明君 都是骂出来的 大飞 你可真新鲜啊 你不是普通的妇女 你是女中豪杰啊 再说弱骂的话也没用 我也看不上你 你走吧 我是哪儿去 上哪儿上哪儿啊 我就不送了啊 你这不是赶我走吗 你不走 我怎么做人呢啊 西班人都好心帮我骗婆婆 你要再不走 人家以为我不守妇道呢 他儿子不思而别 你怎么跟你婆婆交代啊 那你就别管了 我有办法 我的民节要紧 那我跟老太太说说 说完就走 那不行 你要回去赖着不走 那我的麻烦就大了 将来我怎么有脸见我们家弘历啊 结果 结果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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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河 大河 师傅带你们逛街去 那我们走了 这小子 说走就走啊 记得我们叫阿丽 让他早点回来 我 你想干什么你 你想干什么 朕 朕想出去走走 不准踏出这扇门 你弄清楚了 我现在是皇上 皇上想在行宫里走走还不行吗 让开 这公开场合你才是皇上 这关起门来就什么都不是了 老老实实给我带着去 这不可理喻 这不可理喻 陈大伯 奴才在 传阵旨意 让玉山坊 熬锅姜汤来 给大人们喝 这 等等 你又在耍什么花样 我又没出门 我又没威归 怎么了 你没事熬什么姜汤啊 我告诉你 外边的大人 个个都是忠臣 他们在雨地里跪了这么长时间 连口茶水都没有喝过 传出去 那皇上是个狠心的皇上 我这是替皇上做功德呢 你 去 多放点红糖 让他们活活血脉 这 皇上呢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八旗一条街 远近齐名 江淮大水 灾民遍野 想不到这还是歌舞生平 皇上 有所不知 百年不遇的大水 马上就要扑过来啊 如果不尽快炸地的话 明天就是一片汪洋啊 炸地 炸什么地啊 周家营大地 周家营 是什么地方啊 全是农田 人烟稀少 炸农田九八旗 你们就不怕老百姓骂你们朝廷啊 万岁兵舰 这一条街 是江苏巡抚宋文龙摸鱼兴建 乃我大清国一个样板 千万不能烟呐 什么样板呢 八旗啊 多数年来还几近十数百里之内 不农不工不伤不兵不民 全靠朝廷救济 平时摄取成风影响世面的安定 可这八旗一条街建成之后呢 八旗子弟们开店做生意 自食其力 平时没事干 现在就有饭吃了 皇上 这条街建得好啊 要不怎么成为大清国样板呢 您知道吗 江苏啊 每年纳粮是一百八十万单 而这八旗一条街啊 就纳粮二十万单 哦 八旗子弟现在也能纳粮了 不容易啊 不容易 这八旗子弟啊 在京师资势 地方管理不敢管 而这儿的八旗子弟呢 多有生意要打理 他们不生事 地方上也就太平了吧 嗯 八旗子弟自食其力 是个妙方啊 回到京城 让户部你个章程 各地照此办理 万岁英明 请万岁英 降纸 扎笛 怎么样 保住这八旗一条街吧 嗯 那就是执笔伺候吧 这边请 这领银子 买你这破摊子 啊 真的 走啊 是你的了 走啊 此等劣质之兵 皇上就对付右吧 嗯 这可是皇上 头一回 在街上写圣旨啊 你懂什么 这就是明君 国事为助 不拘小节 我不懂 你懂 你聪明 皇上 怎么了 免去周家营 三年钱粮税赴 皇上英明 大了大堤 淹了农田 周家营的百姓 就苦了 尽管免去了 三年税赴 也弥补不了 失去家园的痛苦啊 皇上仍后之心 诺才听着都快落泪了 可是皇上 您不是周家营一帝的君王 您是我大清国的君王啊 霸奇 也是您的子民呢 扎吧 遵既 皇上 臣有忠言禁见呢 皇上 谁有忠言禁见呢 皇上 皇上 蜻蜓姑娘 你 哎呀 蜻蜓姑娘 你看看这些大人们 啊 他们咱敢冒犯龙眼也要跪在这 他们一定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跟皇上说呀 哎 要不这样 咱俩一块出去 听他们说说好不好 朝廷大事 又不着你管 你 朝廷大事也是老百姓的事 我就是个老百姓 你就想出去找你老婆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出这个门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 那是个姑娘呢 我不出去 我不出去行了吧 干嘛 大神的可都看见了 我现在是皇上 皇上 不许我出门 没有不准我说话 我 朱大人 你进来 谢皇上 皇上有旨 诸京觐见 臣出京 靠见皇上 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起身回话 谢皇上 我问你啊 炸堤分红 保全大局 为什么到了你这儿就坚决反对呢 臣气皇上 灾情虽重 但未到炸堤之危啊 你说什么 不是说是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吗 这都是有些人威严总厅蒙蔽皇上 这都说了些什么 我都糊涂了 皇上 灾情虽重 但权力唯独 任何保住大地 不被炸堤分红 那人家其他的核官 为什么非要炸堤 不炸周家营 他们就没钱赚了 什么 这不是荒唐吗 炸堤就有钱赚呢 皇上 保堤是地方官的事 朝廷分文不补 而炸了大堤 就是为了巴齐而牺牲 朝廷将拨下大批赈灾款项 有这等事 各级官吏 层层产赃 到了百姓手上 所剩无几啊 他们这是做一笔大生意啊 作语 百姓中用民谣 老天罚大水 老爷罚大财 皇上 大地一诈 树献被淹 无数良田变成泽国 数十万百姓何处藏身呢 天大的事 这可是天大的事啊 皇上 臣有治水酒测 可救百姓请皇上过目 拿上来 臣冒犯皇上罪该万死 不不 你没罪 你不该死 你是忠臣 有孤 你下去吧 臣告退 给我看看 阿丽他走了 他去草团救人 一时半会儿啊 怕是回不来了 阿丽走了 我还没跟他好好拉拉家常呢 他又走了 哎 娘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您别想那么多啊 他去救人 连药箱子都不带 所以说 他很快就会回来吗 我总有一种感觉 他这次走了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娘 你说什么呢 阿丽这些年 不是一直在外头跑 你也习惯了吗 这两年他是在外头跑的 可这回回来 我不想让他走了 我跟他说过的 他也答应过我的 啊 反正他也能唱戏 我想把他留下来 你们夫妻俩好好过日子 没想到他又跑了 娘 您放心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阿丽 阿丽 他不会回来了 娘 娘 娘 官府挨门挨护地交代过 若是有人大听楚家的事 谁也不准乱说 这一定是和珅搞得回来的 相机 有人送伞 有劳公公 这雨还没下来 就有人送伞来了 真够体贴的 青年小姐 谁送他呀 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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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死哪儿去了 红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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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快 师傅 您快瞧外边 外边有什么好瞧的 不就发烟花吗 不是烟花 你瞧 你瞧瞧 你瞧瞧 阿丽 大梅 大梅 死鬼 你还没走 他怎么敢骂皇上是死鬼的 皇上喜欢 喝什么茶 回家 你要想阿丽都想得病倒了 这 这是干什么吗 各位大人干什么呀 何苦的吗 都起来 起来 你个郑大人 你真是何苦的吗 来人 抬到太医那儿去 得 这是何苦的吗 何大人 天地良心 你要对得起呀 大弟那是皇上的意思 该劝的吗 我都已经劝过了 不 皇上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什么 皇上刚才召见了我 皇上对江南水行一无所知 完全是你一手操纵 你才是天下的罪人 好 尽管你言辞激烈 但是我不跟你计较 您这个心情我是理解的 这样吧 我再去跟皇上说说 再说说 何大人都起来 都回去吧 何大人 见着皇上了吗 我老婆他回家了吗 谁叫你照见诸经的呀 这一带是我老家呀 我老家发大水 我能不打听打听吗 请停 请停 何大人 大小姐已经走了 我叫她看着这 她怎么会离开呢 有人送了一把伞 大小姐就匆匆的走了 伞 我们先谈正事 关于大水的事情 皇上已经发现圣旨了 这就是圣旨啊 何大人 这不就是一张烂纸吗 不是 我说 圣旨写在卷上的 我知道吗 你读什么 这写在抹布上 只要是皇上的亲笔 那也叫圣旨 知道了 何大人 皇上怎么说的 看好了 关键是这句 周家营大堤 不得不炸开 何大人 你应该知道 这周家营大堤 本来不必炸开的呀 看来有些事情 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妙 可是 你读什么 你读什么 好了 一会儿百官就要上朝 你就照着这个面就行了 何大人 我 郎众 您都累了一晚上了 睡会儿吧 公公 您瞧就外边这种情况 不知道我哪能睡得着 您也是有良心的 郎众 公公 若是皇上遇到这种情况 他会怎么处理 皇上 皇上也是彻夜不眠 微臣呢 微君也不易 朱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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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抬上来 抬上来 让我看看 来来来 怎么样 要不要送太医院呢 不行了 来不及了 快谈银针 我给他扎两针 好好好 快 好 我个人也认不出来了 你别急 你不是看过一遍吗 坐着念 意思不变就行 我是看过一遍 可是 朱家营大帝是炸呀还是不炸呀 他已经忘了皇上怎么说的了 我 我也没看过圣旨啊 我的天哪 这可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办呢 万岁上朝 这 伯伯 你 这 两个人 百合 国 万岁 万万岁 平身 谢 万岁 成 contemp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淮水患 威胁百姓 直到之日 调江南河滨三千名 增援青江大帝 调补夫千名 增援周家营大帝 臣喜万岁 何官建议炸周家营分红 请万岁胜财 周家营大帝 不得打开 皇上圣名 何大人 何大人 宋大人 请你立刻回府衙 今天属于我女儿 什么营筹我也不去 皇上降职 周家营大帝不得炸开 何大人 宋大人请何大人回去商议 何大人 你怎么才来啊 我退朝了 我不陪你了啊 坐下 你以为你是谁啊 真拿自个儿当皇上了 你长了几个脑袋啊你 我 我 我一个脑袋啊 皇上一个脑袋 何大人一个脑袋 那小人当然也一个脑袋了 别跟我犯平 竟然长了一个脑袋 你居然敢篡改圣旨 何大人 您这玩笑可开大了 我就算是吃了豹子胆 我也不敢篡改圣旨啊 那上头明明在圣旨上写着 周家营大帝不得不炸开 你居然改成不得炸开 什么 你篡改圣旨 这是大不敬之罪 是要杀头的 你 你记错了吧 皇上圣旨上可说的是 不得炸开 明明写的是不得不炸开 跟我嚼劲什么呀 把圣旨拿来 江公啊 你把圣旨给他 圣旨在这儿呢 这圣旨居然给弄成这个样子 这是对圣旨大大的不敬啊 这又不怨我 怨老天爷 下雨 打湿了 好 就算是雨水打湿了 莫知化了 可想到原来是什么写的 你应该记得吧 记得呀 不得炸开呀 明明是不得不炸开 何大人 您一定是一夜没睡觉 虚火攻脑 记性不好了 好 就算我记性不好 难道皇上也记性不好吗 我 皇上亲自写的圣旨 他那会不记得吗 这 那这也不能怨我呀 圣旨放在桌子上 窗户打开了 雨进来了 这这这 公公 谁不愁我打开的吗 公公 我本来是关了窗的 是 是蜻蜓小姐又把窗户给打开了 那行了 不说了 就咱们三个知道都不说了啊 何大人 蜻蜓小姐打开的 这事咱们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不提了 不提了 化不了 我的郎中 化不了 就是神仙来了 也化不了 等着瞧吧 坏了坏了 咱那把这事 推到蜻蜓小姐身上了 她还说化不了呢 这可怎么办 今天爹回来了 好啊 好啊 爹我有话跟你说 爹回头就来 你先进去 看住那个郎中 爹 我现在只要说 现在不行啊 爹要马上去见皇上 朝廷出了大事了 爹 有什么事情比我还重要的 是 爹要去面圣 即刻就回来 一点也不耽搁 好不好 难道我在爹的心中 真是这么一文不值 难道我真的不是 你的亲骨肉 说什么呢 你当然是爹的心头肉 那你就听我把话说完嘛 爹实在是没时间了 爹不能因私费功啊 你就不怕 再也见不到我了吗 你 你 你叫我怎么说呢 别胡思乱想了 好了好了 小孩子 八方活就行了 爹实在是不能耽搁了 爹这就回来 好不好 这就回来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个 洪先生 何大人一定去找皇上了 你心里可得有个数 是 公公 皇上真会杀我的头吗 我可救我他的命啊 我 紫义是爷 笔义是爷 天威难测 你还是快逃吧 逃 对啊 我惹不起你 我还躲不起你 我逃我 过来 别忙 你现在还是皇上 可以公开离开新宫 出宫以后 你赶紧换上这身衣裳 好 公公 你是皇上身边的人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不瞒您说 我就是周家营的人啊 您是周家营的人 对啊 对啊 咱老百姓要是没了家 那该怎么活啊 大帝要是斟炸了 我们家就全完了 多亏了您啊 快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走 对 不走是傻子 咱们走哪啊 咱们 对 我现在是皇上 我走哪都行是吧 是 我送你 走 走 走 哎 哎 清廷姑娘 我又不是囚犯 你不能乱来呀 我有话跟你说 哎呀 哎呀 忙什么呢 哎 给班主改改剧本 哎 哎 哎呦 瞧瞧瞧瞧 这什么呀这是 嗯 嗯 班主说你 改剧本辛苦了 给你买了两斤肉 哎呦 不敢当 不敢当 还是留给大娘吃吧 托宁的福 大家都有 吃吧 可是我不吃肉 你不吃肉 不对吧 在八七条街 我还见你吃过鱼呢 我还见你吃过鱼呢 哈哈哈哈 哎 大妹啊 我正在改洛阳大水技 你还记得开场的戏是什么吗 记得呀 嗯 开场就是 天下大雨 大水冲进了洛阳城 洛阳的老百姓好惨啊 唐太宗 李世民见了心里难过 就通知御膳房 只准进蔬菜 他不吃肉了 啊 嗯 你在学人家李世民啊 呃 李世民是历代皇帝的榜样 嗨 人家那是皇帝 你算老几啊 呃 呃 呃 我 我在戏台上也是皇帝啊 嘿 你还真进了戏了 行 我去给你拿青菜 哈哈哈哈 师傅 何大爷来了 嗯 何大爷来了 啊 啊 靠 靠千万岁 别别别 起来 起来 他谁啊 怎么跟你下跪啊 呃 他是票友 他给我学戏的 对对对 真有意思 爱卿品身 哦 谢万岁 那 那 那 大地之事如何 呃 这 大地之事吗 回万岁 嗯 大地 没炸呀 谁敢不炸呀 这不是已经下圣旨了吗 呃 有人 传该圣旨 谁敢传该圣旨 不对 好像没这根吧 这是 这是 师父新家的 啊 啊 家得好 家得好 万岁 洪水无情 我也在担心啊 谁算敢圣旨啊 哎 就是那个郎中 来 郎中 又错了 这郎中是走江湖的 他只会改药方 怎么轮着到 他改圣旨呢 不行 这段得改 呃 那个郎中啊 他是 这个郎中啊 他是个官名 唐初的时候 六部侍郎 皆称郎中 嗯 有学问 真有学问 哎 先吃了再排戏吧 啊 这郎主意太太大了 干预厂城 最该万事 最该万事 嗯 华上 现在只有您出来收拾残局了啊 那师妹 要北架防攻 这 哎 不对 这又错了 这唐朝哪有叫这的 得叫遵旨 那席架吧 遵旨 这几个人还真入了戏了 嗯 演得真好 有味 你 什么楚夫人吗 他是谁啊 你什么也别问 就下领查吧 我查 我查什么呀 我怎么查 我为什么要查 对不对 你啰嗦什么 我爹这会儿去找皇上 要是皇上回来了 我看你这条小命也难保了 我知道啊 所以我比你还着急吗 你要帮我这个忙 我就放你走 越快越好 好好好 你说 查谁 叫谁啊 华阳兵被盗 华 你说你说 你叫来 皇上有旨 宣淮阳兵被盗 张友觐见 陈张友 叩见皇上 啊 平身 呃 皇上 可说 啊 好 张友啊 朕命你去查一件事 这件事十分秘密 呃 反正是朝廷的秘密 有这位清廷姑娘负责 你全力协助她 遵旨 臣不知皇上要查何许人 查 查何 我不是说了吗 这朝廷的秘密啊 哦 对了 清廷姑娘 有什么事你告诉她了吧 你们俩快走 别耽误时间了 遵旨 我现在也该走了吧 恐怕为时一晚 大门不能走 走侧门试试 走侧门 走 这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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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 下辈子打死我也不当皇上了 这话冲真就说了 嗨 我以为当两天皇上享清福呢 拿小的差点把脑袋给玩丢了 驾 驾 驾 不好 皇上来了 公公 我怎么办 我往哪儿逃 来来来 公公 我往哪儿走 进书房 距离力争 祸能保命啊 奴才叩见皇上 那郎中呢 正在御书房妹 所有人都在外面等着 不许入内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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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大小姐已经走了 走了 皇上这看着郎中 她怎么会走呢 大小姐是心事重重 匆匆地走的 何大人 不找大小姐了 不行 皇上什么病不合身 我怎么能走呢 出宫前 朕怎么跟你交代的 皇上说 小的不许干预朝政 否则 否则怎么样 否则 杀无赦 这算不算 干预朝政 皇上小人 没干预朝政 皇上 还敢狡辩 小民只是替皇上 宣旨而已 可是圣旨被 雨水打湿了 那字我看不清楚了 看不清楚了 你不是说你看了 拔遍了吗 怎么圣旨说什么 你不记得了 我在拼命地记呢 皇上 可是到底是 不得炸开呀 还是不得不炸开呀 你说你写的这么绕口 谁能记得那么清楚吗 皇上 那你 那你为什么偏偏选 这不能炸开呢 哎 皇上 小民可是这样想的 皇上您爱民如此啊 炸了堤 淹了田 毁了老百姓 哎 皇上您哪能干那种缺德事啊 于是我就灵机一动 帮您选了一个最好的 最仁慈的办法 嗯 你可真是个江湖郎中啊 就算你没记住 治水九策是怎么回事啊 那 治水 还敢天有加速胡说八道 竟敢调动治河的人力物力 改变抗洪的方略 真是狗胆包天 小人该死 皇上您也替我想想啊 哦 我上了金殿之上 我就说一句话 那不像个皇上啊 所以我就斗胆 编了句 哎 那这算不算甘于朝政啊 皇上啊 您就再上一次殿 再宣一回旨 说我说那个不算数 哎呦 不算数 什么叫君无戏言啊 真想宰了你 皇上 您宰了我行 可我那老娘还有大梅 您得给我照顾好了 哎呦 哎呦 这还得帮你照顾大梅啊 是 不看僧面看佛面 您就是不看小人替 您干那么长时间替身的面子 看大梅的面子 国法如天 朕还得汪法寻思 这是岂有此理啊 寻思 思 哎皇上 您这么一思 是不是就不杀小人了 嗯 把你龙法脱落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谢皇上不杀之恩 皇上 那小明就回家了 以后您有空的时候 到我们家来坐坐 这才没闲过不见你呢 皇上 您眼无目赤 此乃急火攻心啊 要不小明走之前再给您扎两枝 也好立功赎 我赌费 不费 夫神 皇上让我回家了 真是福大命大造皇大 给我衣服 快走吧 我走了 何大人 我走了 您可记住了 那是皇上仁慈 免你一死 记住了 何大人 我这一走 再见您也不容易了 我给您好好卖 送您个方子 不用不用 走趁早 要是皇上改了主意 可就走不了了 对对对 我走了 我走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何大人 我差点忘了告诉你 清婷小姐她病了 你胡说 我刚才看见清婷姑娘 气血凝滞 虚而不行 这一定是心病 若不及时医治 不好 没那事 我女儿没病 没病 我这 有一个方子 您给她试试 你拿去 你拿去 大小姐 这户籍名册上 并无楚夫人哪 预算房的老人 你带来了吗 我已带来书人 请大人立即询问 大小姐 这楚夫人 到底是什么人哪 皇上在查什么事啊 皇上的事 知道越少越好 明白吗 是 是 你 快起来吧 起来吧 快起来 我现在呀 不是皇上了 哎 就这一道萌坦啊 外外的风就不一样 江苏徐府 宋文龙 叩见吴皇 宋大人 你可真吓了我一跳 你在干嘛 等人 还起来说话 微臣在这儿是专门等候皇上 是等候皇上 那您接着在这儿等吧 我现在不是皇上了 皇上 皇上 微臣知道您这是要微服私访 对不对 微服私访 您看 微臣也是一身便服 特地陪您私访 宋大人 这回您的马屁可没有拍对 我告诉你 皇上就在这行宫里坐着 我是皇上的替身 回家了 我家在这边 妙 妙 我说你这是闹猫呢 你妙妙妙 妙个没完呢 您安排个替身在宫里坐着 您自己出来微服私访 多妙的一技 妙 实在是妙 行了 宋大人 行了 您别妙了 照您这么一说 这真皇上倒成了我的替身了 我的替身倒成了真皇上了 谁也分不清谁了 我可是实话跟您说了 您可别后悔 这回我还真不是皇上 您这块不是皇上 我也不是寻服 咱们一起微服私访好不好 宋大人 我可告诉你 我没功夫陪你瞎扯 微臣有空陪您瞎逛 宋大人 您有事吗 您有正事吗 去 去 忙你正事去 伺候您就是我的正事 您要查什么 我带您去 您查八旗 查反贼 查私言 还是查漏税 我什么都不查 我去高升戏园 皇上听戏 好雅兴 有评委 我不是去听戏 我是去看大梅 大梅 大梅什么人 我这么跟你说吧 她是 她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 多情皇帝 风流天子 唐明皇之后 就得损您了 我说你真能扯 谢皇上夸奖 我说宋大人 你们这些当官的 是不是都你这个德行 对 不 奴才可是出类拔萃 独一无二的 怎么又是你 你怎么阴光不散死缠着我 你 我天天都在新宫门口等着你 终于等到你了 大胆 你 你知道这位是谁吗 他 他是当今的皇上 你给我嘴 你别凭他胡说 你瞧瞧我这身打扮 我哪像个皇上 我 皇上没穿龙袍 他 他是恢复私房 你 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我看 我看你才是不知死活的 你 你 放开 你放开 你不能对皇上下毒手 你不能对皇上下毒手 你 你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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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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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一帝啊 皇上 感谢皇上 感谢皇上 皇 皇 皇上 你干什么你 我 宋男人 皇上 我可总算找到您了 他是 他是皇上 没错 我在这儿见过他 没错 宋男人还陪着他呢 放肆 皇上在此还不下跪 吾皇万岁万岁 起来 我 护送皇上昏行够 皇上昏行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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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们都说了 老人们呢 开始都不肯说 最后我说了朝廷也正在调查此事 老人们才开了口 是谁不准他们讨论此事的 这事儿啊 是扬州府衙的人下的令 府衙 对 张大人 立即把府衙的人全都给我传来 这 这府衙的背后 一定有人 我要知道这背后之人 到底是谁 皇上 这是周家营和官送来的急报 周家营大敌安然无恙 青河那边水汽如何 报 祈祷万岁 只有三千河滨故守大敌 八七条街安然无恙 八七条街也没沿水 报 不 祈禀圣上 洪峰已经安然通过高家宴 苏晚数十周线皆平安无事 天佑大清啊 不 祈禀万岁 有大批报名逼近行宫 什么 这准是灾民脑势 都是那郎中惹的祸 皇上 您快避一避吧 避什么呀 皇上怕百姓像话吗 去看看热闹 小心见面 何大人 你看见了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何大人 我把皇上平安地送回来了 谁叫你这么多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何大人 你听见老百姓在说什么呢吗 听见了吧 何大人 这回您知道 我不炸堤是对的了吧 您听 而不得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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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龙宝 前龙宝 大鸡宝 前龙宪 万万千 千龙宝 大鸡宝 千龙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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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是周家营的百姓 听说皇上下了圣旨 不准炸堤 保住了他们的家园 特来行宫 扣谢龙恩的 啊 不不准炸堤 皇上 那郎宝 放改圣旨 真让他给误打误中了 什么郎宝啊 奴才记得清清楚楚 皇上圣旨写的就是不准炸堤啊 啊 是吗 奴才记得千证万确啊 就是不准炸堤嘛 公公 你说呢 是 皇上就是这么写的 哦 何爱卿 这想起来了 那圣旨上的就是 凤准炸堤 是是 皇上英明啊 小白小白 你们两个不是看过了吗 看过了 可是 确确实实一清二楚 上面写的就是 周家营大堤不得炸开 是是是 对对 皇上 你看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说 可见没有错的 皇上圣旨写的就是不准炸堤 所以那些百姓们特来行宫 叩谢皇上万事龙恩呐 前龙好大堤堡 前龙好大堤堡 前龙贤万万年 这是民心所向啊 民心可用 是 那就每家每户都少十斤纳米吧 万岁仁慈 万民净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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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唱的可真好啊 皇上您听见了吗 老百姓这是唱我呢 把我当前龙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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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想就能治洪水啊 那是皇上您 洪运当头天佑大清呗 甭想用蒙震 治水九策也是等前知能想出来的吗 真是 什么都瞒不了皇上 那是朱大人写的一份奏折 小人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拿出应急就念了几句 朱大人 朱大人 哪个朱大人呢 就是扬州和务厅同志朱京 传旨 朱京继生南河河道总督 遵旨 皇上 这朱大人真是个忠臣啊 皇上您可真是太英明了 要是我早就给人家升官了 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皇上 您英明 回去了 万岁爷百大会醒宫 回什么醒宫啊 回去园子 啊 皇上 您 您还要去看大梅啊 大梅啊 帮了朕这么多忙 朕还真离不开他了 那小的是不是跟您一块回去啊 你不用回去了 你干的挺好 接着干 等朕忙完了这段啊 你就可以回家好好陪大梅了 等您忙完了 大梅不也就完了吗 不怕不怕 朕一定好好疼他 皇上 小的就大梅一个 您那么多 那不过有事儿这还得嘱咐你啊 皇上您说 往后你再敢篡改圣旨 斩立绝 皇上 郎中 郎中 你怎么了 怎么了 郭公公 他老往大梅那儿跑 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你 你先甭着急 甭着急啊 我能不急吗